大家好,又是香港廢人為大家,帶大家去探廢 這個地方,玩開廢探的都應該來過 這裡是一個窗會,都廢了很多年 好,在這個窗會旁邊的窗會都還活動 這裡也有很多物件去拍的,如果大家喜歡拍物件的話 也有很多彈殼,不過大家就沒有收拾 有彈殼,聽聞都是違法的 以前沒有那麼多Grafetti,現在多了很多Grafetti 這邊應該是一些靶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輪椅 可能有輪椅射擊 這些就是用來放窗和計分的地方 你看到地上也有很多這些靶 啊,我想這些是不是氣手槍 那,我看到這裡也有很多這些通風口 通風口其實都是代表這裡下面是一些特殊的設施 好,那我們繼續 那,這裏也有很多地方要爆臨 那,好,帶大家來看一會 那,好,帶大家來看一會 Locker room 這裏都有很多 氣窗的蛋格 窗盒 有些角色 藏起 複雜 藏起 綠色 木屋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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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見到這裏有個通風口 那這裏另一間I believe I'm in store room 和Lock room 都有大量物品 那這裏都有寫了危險爆炸品 可能就是會不會是放子彈的地方 這裏都有很多象徵 不知為何在這裏呢 有個衣車在這裏 這裏很適合拍廢墟照片 前陣子就封了 近來就有傳送門 看看大家有沒有機會找到 未拍到的話 這裏有很多物品 煮食的東西 好了 繼續通風 那這裏應該就是 我相信 以前就在這裏入口 相信 那就 帶大家在這裏走一個圈 這裏都蠻漂亮的 但是呢 這些天氣最恐怖的是什麼 大量鬼針草 這裏呢 很多 看到嗎 散彈窗 之前呢 這裏是有散彈窗的 那呢 這裏都說回 是政府土地來的 最美麗都是這裏 相信 對不對 那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裏